員工罷工就犧牲旅客權益 我覺得這樣的話 以後旅客也不敢再買這個長榮的機票 講到長榮勞資封波謝先生還是好氣 因為早在去年7月就買好長榮機票 春節期間要出遊 但擔心機師罷工行程泡湯早早退了票 現在勞資協商成功 罷工落幕 但旅客權益受損還沒有下落 先前已經做了自己的應變的措施 那導致這個退票會有這手續費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長榮應該也要能夠概括承受 不然的話他今天員工權益保障了 那消費者權益沒有被保障到 反而犧牲消費者權益 謝先生原定2月12號大年初三要飛 到2月20號要展開日本東北自駕遊 沒想到1月22號長榮機失去的合法罷工權 謝先生立刻退了票 兩人來回還沒收手續費近6000元 改版新譽搬機要提早一天 還得多訂一碗住宿約3000元 一個罷工花了近萬元約往前 這樣的旅客恐怕不只謝先生一人 王國才說長榮會妥善處理 但長榮1月25號曾說明 正式罷工才會提供行程受影響的旅客 退改票免收手續費的服務 但1月29號回應 因為航班均正常 相關退改票作業依正常規範辦理 以短程經濟艙來說 長榮便宜票價不可退款 基本票退3100元 今年票退2330元 遵寵票退930元 新譽也分四個等級 4000到1000元不等 慌從不可退費到1000元都有 而且一開始買入價格越便宜 退票手續費會越高 老資協商結果 旅客無法預測選擇退票 損失也只能自行吸收 這就留情你幫此收到